我预定的一个叫做萨普山峰旅馆 我现在是在塞里兰卡中部地区 算是高原 我这地方海拔两千 就是一千九两千 反正因为它这是丘陵地带 一会儿一千就一会儿两千 反正都挺高 就这一家 好冷啊 都不说凉快了 真的冷 我现在走路过来 旅馆找到了 就在这一家 定了两晚上 一天是人民币一百块钱 哈喽 Hello Hello I have a reservation Yes Yes Yeah From Booking to come Ziming Li OK OK 下面都没有 它是一个镜头 哦 你看这 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 Gobi Gobi 很高兴认识你 你订阅这个位置吗 哦 是的 这是跟照片一模一样的 看一下这个窗户 因为有的时候我订的房间都挺便宜的那种 所以我就害怕就是给我安排没窗户的那种 那种窗户难受 看一下 可以 至少还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 然后有热水器 就一百人民币吧 应该不错了 这边还有个架子 我还可以洗衣服 可以 因为我每天都在洗衣服 就每天至少得搓一下 好了 我现在先休息一会儿 4点11啊 休息了一会儿 冲了会儿电 现在准备出去吃饭 这是高海拔地区啊 现在刮点风真的好冷啊 这真的吗 假的吗 Chinese foods 我都不想上这个当了 吃过两回都是假的呀 我感觉这个店还靠谱一点啊 这个啊 至少人家这个锅看起来也像样 哎呦 可以啊这个 这个可以啊这个 这是炒面 哎呦 这还漏两手啊这个 这是我点的鸡肉炒饭 哇这么大一份啊 然后再搭配一个炒鸡肉 这餐里也可以啊 蛮讲究的 这是热水啊 他用热水把这个餐具给你消个毒一样的烫一下 嗯 人家有两把刷子 不然的话不可能搞一个敞开式厨房吗 是吧 炒的挺好的 它是炒鸡肉啊 这两份饭差不多要1500 这就算是贵的了 34人民币的 因为一天没吃饭了吧 嗯 这炒的还行 这就是这个混合鸡肉 OKOK 打单子打的 1485 OKOK Keep the change 这个云啊 好低啊感觉 这里海拔2000啊 这边啊是汽车站 我就坐汽车到这来的 这个房顶啊 还有这么大一尊斧 这还有一些殖民时期风格那种建筑 这是个老邮局啊 120年历史了 这以前是英国人的殖民地啊 这是这些年发行的邮票 这个邮局啊到现在还在使用啊 这个箱子啊是邮寄国内的 你看本地 你看看 看这个藤边的 这么大一把锁啊 这个呢是国际信封 你看看 要邮寄国外就投在这里边 现在也是 你看 现代化电脑办公 这里还有英国女王年轻时候的照片啊 这边刚好有个牌子上面写着呢 关于这个邮局的一些简介 这个牌子是2014年历史的 上面写的是120年历史的一个邮局 那现在应该也是130年历史 现在刮风啊真的好冷啊 温度啊只有15度了 这一排啊都是卖水果的 这左边的是什么 右边的又是什么 这都不认识啊这个 左边的是梨吧 这中间的是16我认识 那右边的应该也是梨 这个红毛单啊要1200 这个啊嘿嘿嘿 这个就是可可啊 这做那个巧克力的那个 它是卖新鲜的 你自个儿回去捣咕捣咕 就成巧克力了 这个是百香果 哦 三个 这三个要200 我在超市买的是 100 四个切好包好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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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公斤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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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贵啊 就这个西瓜啊 4块多人民币还可以接受 你看那个小苹果啊 就3块多 那你这三口吃完 一口一块 它这边这个水果 这个价格啊 真的是 说不清呢 真的冷啊 现在温度只有十六十七度啊 我现在不赶紧地回去 过一会儿太阳完全落山 天黑了 我这小伙子他们都穿羽绒服 你好 中国 中国 你好 你好 香港 香港 他们在香港过来的 OK Enjoy Enjoy Oh so cold 人家都穿羽绒服了 我还穿了一个单的单的 你们就知道我现在有多冷了吧 这家店应该是比较出名的 我也来买点面包啥的 on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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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one this one this 这个来一个 choco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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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ok how much how mi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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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纯牛奶 ok ok how much total cost 你说milk他听不懂 口味语 你要说milk ok ok h muit oh 720 720 それ 720 这个这样子就算有早餐了是不是 还有个西瓜 哎不错不错 你正常情况下你说牛奶就是那个牛奶 就是 牛奶 是不是 啊这边就是印度西这些国家呢 你必须得加入咖喱粉 milk ,哈哈哈哈 他就知道了知道了 在旅游下去的话 我估计我也能说一口琉璃的这个咖喱英语 这个牛奶居然是1886年的牌子 一百多年了 直接喝凉的吧 我们喝牛奶那是 专业的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 就是新疆嘛 那时候牛奶便宜 你只需要 小学时候好像那时候都是 你把一个锅就扔在院子 外边人的门口大门口 他每天天门闷亮 那个牧民就就是骑着那个马什么的 然后有那个牛奶桶人家过来就给你咬就行了 你要预定的是一斤 他刚刚那个一个窑子就一斤 盖着盖子放在那 等你睡醒了以后 你起床一会把那个外面那个锅拿进来一加热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家那时候一般预定一公斤 像我的话每天就一斤牛奶很正常 一会就机口就没了 早餐省事就下个囊吃个牛奶就完事了 好了这个视频就到这结束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环球旅行视频 点个关注点个赞 就当来避暑了 这里真的好冷 我过去钻到被窝里了 因为现在只有十十几度了 看一下 十四度 十四度 现在天还没有完全黑 等天彻底黑了 我估计着就是个十二度 十度的样子 就这个温差 毕竟海拔我 从那个克隆坡林海拔到这两千 上升两千 就短短的小几百公里 好